其實除甲泉是一個性格比較高的 因為不像其他清潔一樣,你每年都要做 基本上一勞永逸 但有些人都覺得,我需要幾千元除甲泉,我可不可以自己做 可以的,有些噴劑可以自己噴 只要它還黏合在牆上,它基本上是持續有效的 當然手噴和機噴,機噴的黏度會更高 因為噴窗的充力,不是手噴的噴壺可以比擬 好,但DIY是否可以做到很容易地省錢呢? 你真的要想想 因為如果你只是一個房間,是密閉空間,很多櫃要噴的話 你都可以升任的 雖然噴在櫃度上,可能會噴下去一點點 所以做得一定沒那麼漂亮 但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如果你希望噴全屋的話,我覺得你還是要找人做好一點 因為你噴上天,噴壺會令你整個人都一樣 噴下去的時候,太近又有一塊塊,太遠又黏不實 所以真的蠻難掌握一下 所以如果冷甲泉向上升的,天花一定要噴的 貴身都最好噴的 梳化的一些可以不噴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會影響表面的質感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自己DIY的話 就是辛苦的 以及需要時間的 體驗是麻煩的 但如果只用省錢的角度 空間是百多呎 DIY是可以的 全屋的話就不好了 好,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講第二個誤解 在這裏